不景气赚钱不容易 在屏东市这位失业的单亲妈妈 她自己创业开小吃摊 一碗干面只卖25元 另外有卤菜有汤 希望这个便宜来吸引大家 但景气不好也没想到 附近居民来完全不点菜 都只点面 因此她开店到现在一个月还在亏本 面条在锅子里煮得Q弹有嚼劲 白糊糊的蒸汽一股冒上来 外加几把新鲜蔬菜绿水搂起后 淋上香喷喷的卤汁撒上葱花 一碗热腾腾的干面上桌咯 景气这么不好 一碗30元的干面都很难找了 这碗竟然只要25元 难怪民众都只乎便宜 看看小小店面全集满用餐客人 老板娘的摊位前摆满各式卤味 还不时会招待弱势团体 平东市这位单亲妈妈失业 就干脆出来自己开店 因为景气不好打出低价策略 用一碗25元的便宜干面 吸引顾客上门 如果有人顺便点卤菜或汤 就能多赚点钱 都是面比较多 对对对 这一碗面没有利润 没有利润它 顾客上门只点干面填饱肚子 开店一个月都还在亏本 但老板娘说景气不好 大家吃得饱 最重要也会继续撑下去 周天新闻张出华白问平 比较多 比较多 下市有节目中心